刘备建立的蜀汉政权 占据益州和汉中 又是在西南这块比较偏远的地方 整体的物质生活水平 经济开发程度 文化普及程度 人口密度程度等等 远远不如曹魏和东吴 在这样的情况下 很多天下豪杰志士 不愿意来 本土的人才又不够 就出现了人才断层的局面 自从关羽大义诗荆州之后 蜀汉政权就接连遭遇惨败 泥陵之战的惨败 导致荆州系武将死伤大半 连刘备也在白帝城病逝 诸葛亮执政之后 先是南征 后是北伐 在频繁的战争之中 不少武将纷纷阵亡或病逝 尤其是年轻一代的 观星 张包 诸葛桥 相虫等 蜀汉后期陷入了人才凋零的情况 出现了蜀汉吴大将 撂画作先锋的窘境 那么蜀汉吴虎将的儿子都去哪了呢 为何在蜀汉后期人才短缺 面临亡国之祸时 他们没有站出来帮助刘善 一 关羽的儿子 关羽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 关羽的长子是关平 他也是关羽的养子 关羽的能力很出众 跟随关羽南征北战 立了不少功勋 关羽是蜀汉将二代中 最优秀的年轻将领之一 相反之战期间 江东背叛了蜀汉 吕蒙趁关羽攻打相反之际 白衣渡江夺取了荆州 然后联合曹魏围攻关羽 准备将关羽置于死地 关羽被曹魏和江东围困 性命不保之际 他让关平和王平率兵冲杀出去 向猪扎在上庸的刘峰孟达求救 关羽这样做也有自己的私心 他希望儿子关羽利用搬救兵的机会 突围出去保全性命 关羽十分孝顺 和王平冲杀出去后 又放心不下父亲关羽 让王平去搬救兵 他返回来了 最终关羽跟随父亲关羽 逃往迈城期间 被江东士兵擒拿了 和父亲一起被孙权杀害 关羽的次子是关羽 关羽是一员很优秀的年轻将领 关羽被杀后 他跟随刘备伐吾 在和江东作战的过程中 关羽杀了吾将潘张 抢回了父亲的刀 在刘备伐吾的战争中 关羽表现很出色 立了不少功勋 但由于刘备战略失误 让士兵在山林中安营扎寨 陆逊抓住机会 一把大火烧了蜀军连营 导致蜀军惨败给了东吴 刘备去世后 关羽得到了诸葛亮的器重 诸葛亮北伐时 都会将关羽带在身边 让他为自己冲锋陷阵等等 可惜 关羽在诸葛亮第六次 北伐前病逝了 关羽的女儿关氏 传说名为关一平 又称关三小姐 相反之战时 孙权曾派人来给自己的儿子 求取关羽的女儿 但关羽以 虎父焉能嫁犬子为由 拒绝了他 最后嫁给了李徽之子李怡 民间传说 关羽还有一个儿子 叫关索 但是郑史荣没有提到 所以关索很可能 是野史杜撰的人物 二 张飞的儿子 张飞有两个儿子 两个女儿 张飞的长子张包 也是位勇猛善战的猛将 和关羽之子关兴 两人还结拜为了兄弟 并称小关张 张飞被杀之后 张包跟随刘备 讨伐江东 立了不少功勋 可惜 他们在夷灵之战中 惨败给了陆逊 刘备去世后 张包又跟随诸葛亮北伐 为蜀汉立下了赫赫战功 他是诸葛亮最器重的 年轻将领之一 也被诸葛亮看作是 蜀汉的未来 可惜 他在跟随诸葛亮北伐期间 跌落山谷 重伤而亡 张飞的次子张绍 是个文官 张绍是张飞的儿子 继承了张飞的爵位 同时 他的两个妹妹 都嫁给了刘善 做了刘善的皇后 这让张绍成了皇亲国戚 仕途很顺利 官居适中 尚书仆设 后来 邓爱兵临城下时 张绍代表刘善 出城向邓爱投降了 到曹位后 张绍得到了曹位的后代 张飞的两个女儿 嫁给了刘善 且都被刘善 册封为了皇后 三 赵云的儿子 赵云也有两个儿子 长子是赵统 赵云去世后 赵统继承了他的爵位 永昌亭后 赵统的能力较弱 也没有建立多少功勋 但因为刘善思念赵云 昔日之功 将他封为了虎奔中郎都 加刑领军 赵子是赵广 赵广也是个比较优秀的年轻将领 他跟随江维对抗曹位期间 立了一些功勋 被提拔为了偏将军 后来曹位攻打蜀汉时 江维兵败后退到了剑阁 赵广在达中抵御曹军 最终战死殉国 四 马超的儿子 马超有三个儿子 一个女儿 马超的长子没有留下姓名 是马超的妻子杨氏所生之子 马超是马腾之子 马腾被曹操劝说 入朝为官后 留马超在西梁镇守 后来曹操派中瑶和夏侯渊 率兵去攻打汉中使 路过马超的地盘 被马超误会 以为曹操派兵 来夺取自己的地盘 所以联合 所以联合韩岁等人 起兵反抗曹操 在同关之战中 马超被曹操击败 逃到了张鲁的汉中 马超的父亲马腾 兄弟马修 马铁等人 皆被曹操所杀 马超的家人 以及其长子 都在继承 被江绪 杨甫 伊凤 赵昂等人所杀 次子是马丘 为马超的树旗 董事所生之子 同关之战后 他跟随马超 投奔了张鲁 但随后 马超又背叛张鲁 投靠了刘备 曹操率兵夺取汉中起见 勤获了马丘 他将马丘交给张鲁 被张鲁杀掉了 三子是马成 在蜀汉为官 马超死后 继承了其爵位 史书中 再没有他的记载 马超只有一个女儿 嫁给了刘备的儿子 安平王刘李 五 黄中的儿子 黄中只有一个儿子 黄旭 但体弱多病 英年早逝 未能为蜀汉效力 建立功勋 五虎上将的儿子 在蜀汉王国之前 大多已经去世了 活着的不是文臣 就是能力太弱 也帮不了刘山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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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